如果说这就是白礼手约在S32赛季的版本答案 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相信 但是我的粉丝他偏偏要信 就在今天中 我的一名粉丝呀 就给我发过来了这套出装 并且还说这是什么 国一顶尖礼手约的出装 还说什么是普攻流 发跃攻速极限的出装革命玩 有的人用这套出装都已经打上巅峰第一了 反正他已经被迷惑的 咬不到北了 我怎么说他也不听 于是呢我就想起了一个办法 直接让他看实战不就得了 我就设置好了出装革命玩 完完成整的录下这套出装的表现 在局的时候呢 一个二技能的伤害只有991 没过千呀 对了 他说这套出装革命玩主要就是 鼓攻伤害 二技能的关系并不大 那我们只能等到后面了 白礼手约这名英雄呀 可以说是攻速非常的慢 比其他的射手都要慢 第一剑出墨式 第一剑装备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多大意义 你看我的五级拉这个攻击力还是这么的低 447呀 我的这名粉丝你看到了没 正好这一波还有团战 我打着打着兵线的时候 对面的人员就包围过来了 你看那个成吉思汗带着李华就来了 后面还跟着两人 我一看情况不对 赶紧闪现给溜了 李华跑过来 我一个普通攻击下去 那就是651的伤害呀 我的天哪 这伤害真的是太低了 接着狼狗又跑了过来 我又连续几个普通攻击过去 虽然我拿下了他 但是这个伤害我觉得依旧是狠 李华也跑了过来 被我两个普通攻击 直接就整的三连决胜了 虽然我拿了三连决胜 但是我觉得这一套出伤害还是很低 后期会不会有所改善 我们只能接着往下看 紧接着比赛就来到了中期 此时我已经升到了九期 对面的人员呀 虽然被我打得财产发抖了 这时候啊 我的一个普通攻击 也能打出过千的伤害了 三两下就把对面的圆哥给赶了 吕布跳了过来 一个大招抢人头 我根本就没抢到 再看这个小狼狗被我三个普通攻击给弄死了 他想开溜怎么可能 二技能一秒 那就是随随便便二连击破 你可以夸我这个准头 那是非常的准 但是你不能夸这套出伤 那个攻击力那是很高 后面这个小鸣 他又来作死 那我只能三枪把他免 中期怎么说呢 这套出伤开始变得有意思了 兄弟们 后面我又来到了对面的野区 在这里瞄呀瞄呀瞄 一瞄我就看见对面的射手来了 果断放弃苗呀苗呀苗 现在射手我就连开了三枪 剩这么一丝丝的血量 我还要补一枪 那是非常的难受 再看这个李华 那也是 三枪过后就剩这么一丝丝的血量 还是需要我补一枪 太难受了兄弟们 我就说这套出伤还有不足的地方吧 到了后期这套出伤 虽然攻击力变高了 但是这个攻速始终上 我无法接受 这个攻击力 一下破头攻击来到了1600多 现在我估计能三枪拿下一个人了 你们看此时我中下路找人 回头一看 袁哥在这朝着他开了一枪 两枪 三枪 袁哥这种脆皮都需要打三枪 兄弟们 我见这套出伤已经不行到什么地 再看对面的小狼狗 一枪两枪三枪 怎么打脆皮也是三枪 袁哥不是最弱的那个吗 他俩怎么差不多呢 到了后期 虽然我这个普通技的伤害 得到了质的飞跃 一下就来到了2068 但是我感觉这个攻速还是不够贵 所以我觉得这套出伤还是那么的不好 这时候虽然我两枪就能把对面的袁哥给秒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套出伤始终有点不得进的地方 兄弟们 你们怎么看